把這個總表分割成1、2、3此外 那如果說我反過來 我希望做什麼呢 有分割 那就有所謂的合幣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法 我們先手動好了 先手動在這邊按一個新增工作表 然後多一個工作表叫全部 全部指的就是我要把這三個工作表 幫我全部摳到這裡的話 誒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也沒有標準 反正到底差不多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 一定要跑個回圈 回圈範圍就for i 等於第三個到第五個 有沒有三四五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什麼呢 這裡面的那個範圍摳過去 那可能摳過去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摳過去一個一個摳 開頭上面這個都一樣 會變多的 這怎麼做比較簡單 也許 不然的話你就可以 第一個你先摳這個欄位 名稱 有沒有 再以後就摳這個範圍 比如說一般就摳 先摳這一 一般裡面先摳那個名稱 然後再摳下面的東西 那下面的東西你可以敘述 用range 有沒有 那range的 點copy 到它的A1 不 不是A1 不然就乾脆 也不要那麼麻煩 乾脆你整個 第一個是全部摳 可是問題 這樣程式不好寫 因為回圈裡面 都如果從 有的A1 有的A2 你要邏輯翻 倒不如想說 乾脆就是這個先摳 然後再跑圍圈 然後再跑圍圈 先摳這一個 摳到哪裡呢 摳到這邊的這個位置 但問題來了 二般要摳過來的話 它會有個問題 你不能直接又摳到A1 所以你一定要去追蹤 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然後把它摳到它下面 然後再換三般 再把它摳到這個位置 這個追蹤到最下面的位置 再加一 在這個位置 那這樣就合併完成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覺得